Love is not finding someone to live with, It's finding someone you can't live without 愛情不單止是找一個人跟你一齊生活 而是找一份愛,即使對方不再在你身邊 它永遠都留在你的心裏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 不覺遊街鬼屋的鬼故 接著就會分享一下最新的娛樂資訊 非常貼地有趣的REAL TV直播王 相比起所謂大熱的香港小姐 202日 然後我們一起去回顧 盛隆周潤發、林子祥、余曾、張曼玉、朱家庭 發生在中楚雄身邊的故事 性感幽默、一代傳奇 Your body is what makes you sexy Your smile is what makes you pretty But your personality is what makes you a legend Are you ready? 他就是拍完這套《蟲哥》的電影 然後許安華找他拍《胡語的故事》 當時他很小 也是二十多歲 即是二十歲頭 在拍《胡語的故事》的時候 他坐在一張沙發裡 這件事是他親自自己說的 在尖叔的節目裡 他說當時他剛出道會的時候 被周潤發嚇到他哭 為甚麼呢 因為有一天他坐在一張沙發裡 另外三條狗公 即是有羅列、周潤發、泰迪羅賓 坐在他對面 還有其他身邊的人 這三個人是色迷迷地看著他 然後看著他的時候 就在那裡說 因為中創部沒有說他們的內容 究竟是說甚麼 為甚麼會嚇到他哭 我現在案件重演 設計對白 你看看那條女兒 嘩多索 那個波 然後就說 嘩亂嘩 你試過開包 這些就是性騷擾 但是那個年代 有些人恃著自己 恃著你身的 就調戲一下你 因為那個年代 沒有言語間的性騷擾 沒有那麼多這些事情 那些人可以事無忌諾 有多肉酸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very funny 其實說真的 我以前在舊公司 見過人家是這樣做的 我看到我馬上裝不知道 他就在那裡說 然後呢 說也不要緊 然後呢 阿哲亂發 就站在他的梳化後面 但是 中創部說得很好 他說 阿發哥 當時 站在後面 找一隻手 兩隻手 按住他的肩膀 只是按住他的肩膀 沒有抱他 沒有成的 不像你在 橫店 有兩隻狗公 另外一個鞋抽 和一隻猴子精 在橫店裡抽人水 不是這樣 他純粹是玩 而發哥站在他的肩膀 抓住他的肩膀 然後呢 另外那兩個也在說 但他沒有說過 那對話是什麼 但是 當時這個妹妹 二十歲出頭 他就即時見到這個情況 即是嚇到哭了出來 是真人真事 他自己親口說這件事 然後別人見到他哭 算了 放過他 所以他當時就沒事了 經過這一役的話 他都知道 其實品流複雜 所以他日後 都會自己知道 說真的 如果很漂亮的女生 的話 即是他很純 他見到這些狗公多 整整整整整 他就知道 有別人的眼神 就知道別人的腦子在想什麼 所以你在想著 除非你要被迫著 你一定要和他應酬 否則的話 轉身走 很忙 嘻嘻哈哈 然後就去廁所 很簡單 懂得保護自己 這個是其中一個 但是在胡穴的故事 其實是獲得很多獎 另外 他當時的電影 《胡穴的故事》 他也相當好 因為劇本好 導演也好 你拿捏得好 有一個這麼好的作品 有人帶著 如果你一出來拍電影 你又拍爛片的話 可能沒有第二部 第一次叫做好彩 之後他也有拍過其他的 陸續很多人去找他 另外拍完《胡穴的故事》 雖然不是即時被觀眾受落 為什麼呢 因為《胡穴的故事》的劇本 本身會比較文氣 香港一直以來的氣氛 都是喜歡看一些笑片 《胡穴的故事》 有點嚴肅 所以他沒有即時被觀眾覺得很紅 很漂亮 但是行內很多的導演 很想認識這個中楚紅 這個女演員 覺得這個女生將來一定很紅 他也受到成龍的邀請 拍了薄河咖啡 這套電影也提名了最佳女主角 有得提名也不錯 當時繼續去1983年 這年很重要 這年在他人生之中 真的有很多事情發生 因為他拍了一套電影叫《男與女》 那套電影是說 有個內地的女生來香港 要投靠人 今天介紹了一個老坑關海珊 誰知道原來 我今天看回一點點 那套電影 原來他故事的人物 線或者故事大綱 有點像田蜜蜜 萬子良一早已經認識了他 但他一來香港 又被人介紹了他 關海珊幫他這個老爺 傳宗接待 在那個年代 當時我當時很小 我看到 有這麼年輕的女生 和阿伯和關海珊 火熱熱火辣辣的親熱鏡頭 我覺得很震撼 以前那個年代 沒試過有這樣的 因為在那個年代 人們比較保守 甚至在荷里活 因為我的朋友 從美國導演電影回來 當時他跟我說 如果你在香港 很老的男人 和年輕女 其實那個年代 是比較罕見 但如果在美國 在荷里活 如果在那個年代 你突然找白人 和黑人 和談戀愛 或者談戀愛 其實那個校 是會被人罵的 因為你說沒有歧視 當然有 當時那個圈 是不給這件事的 會反感的 假禁多年之後 連黑人都可以做總統 現在當然沒有這回事 但我只是說少少 歷史 掌故 他拍了這一套 都很Romantic 但會比較 許安華很多時候 會拍些類似 很寫實 天水圍 草根階層的東西 這套就是有少少 那些 這套電影 出來 將這個 鍾創紅 提名了 做最佳女主角的獎項 又一次提名了 這個人出來的時候 他接劇本也是不錯 好了 又是1983年 перв隻狗公 出現 disso 《嘘嘘嘘嘘》 kadar 古其謬妙計五幅聲 當時被 一隻 那隻狗公 他噴噴 你來拍這套戲 嗎 叫他 символ著美幣的 維木一新 但那個 它是在佣露頭角 當時她已經紅了 她當時也有很多緋聞旅友 其中一位她自己追求的就是這位的中楚雄 在拍攝時 她們在片場經常開車接送中楚雄 一來一回開始熟悉了 在片場工作人員也看到她們玩得很熟悉 而且被人感覺有點曖昧 當時她是成龍擺明追求她 但有一件事 我現在在拍《五福星》是1983年 大家記不記得林鳳嬌被成龍在1982年安排在美國 很低調地去代產 你還記不記得我講成龍那集 成龍身邊的兄弟很尊重這個嫂子 而且電影圈說真的沒有秘密 全部的工作人員也有 成龍的兄弟也有 林鳳嬌的善眼也有 可能平時對她很好的送個名牌袋給你的兄弟的女朋友 或者兄弟的老婆 可能成龍的兄弟的老婆就說 林鳳嬌的嫂子真的好 我們一定要鞏固嫂子 看著成龍不要出事 為何和片場中的中楚雄這麼好 然後打個長途電話 嫂子 我今天在片場看到成龍和中楚雄很好 你糟糕了 但當時中楚雄是不知道的 因為林鳳嬌是秘密 蓋鏟子的 所以告訴你 有個狗公騙了中楚雄 不知道他只是多緋聞 不知道你原來結婚了 好了 傳到林鳳嬌 林鳳嬌打電話找這個人 非常生氣 並且說 如果我在電影看到你們兩個有什麼曖昧的事 讓我知道的話 我一定不會放過成龍 可能當時他懷著他的兒子 你有持固定王牌 誰知道 中楚雄他自己也是一個很 他不知道就說 如果知道你原來結婚的 他即時就斬攬 並且他說 永遠都不會再和成龍合作拍電影 這是他們之前的三個人的騰冷呱呱呱呱呱呱呱 以阿中楚雄的性格 當他知道成龍是結婚後 就已經是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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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找我了 免得野氣 這些誤會 他也不想做人第三者 也不想傷害到林鳳嬌的心 這個女生處理這件事快靚靚 所以都是錯過狗公 自己到處去捻花蜜草 一個在美國幫你代產 然後到處都是拉著的東西 這也是其中一位的狗公 還沒說完 繼續 還有 拍完這套之後 隨便吧 各自各 如果工作的話 看到 還有 也曾經提過 有報導 那個影片繼續要拍 你不和我拍拖 現在正在拍這套 有工作人員說 某些人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 他拍了 中楚雄洗澡音樂 但是 最後這個部分是刪剪了 之後被人唱出來 某些狗公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 這段 也有傳媒報導過的 好嗎 做完事 以後都不用再見了 你電話來 說我沒有空 跟工人說 對吧 另外 另外 人稱香港樂壇大淫摩 香港樂壇大淫摩 我不要說他的名字 你們自己猜吧 又是1983年 就拍這個難興難提電影 香港樂壇大淫摩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以為他很低調 他有個啤酒廣告 《夜半敲門也不驚》 其實那個廣告是很中產的 拍得挺好看的 那我就繼續說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樂壇大淫摩 其實我自己是有些私家料 是獨家的爆 不過不在今集爆 你如果未訂閱的話 你就訂閱吧 因為我不會一段影片說太多 因為現在中創人是主線 我其他很多東西爆 不過今天就先說這個 爭取 這個大淫摩 他每天送花和買早餐 給當時這位妹妹仔 鍾楚紅 但他當時已經紅了 而且樂壇很有地位 在感情上 他家裡有一個家 但他到處尋花 其實圈內的人都知道 看到鍾楚紅這麼美女 當然是瘋狂地追求 但鍾楚紅 雖然他那麼多人追 我很喜歡他這句說話 如果你是結婚的話 即是 怎麼說 被那麼多人追 作為一個年輕女 被那麼多人追 很多人羨慕 都來不及 覺得你好 但他全部都拒絕了 這些已經結婚的男人 並且他不想捲入這些船窩 這句說話 大家記住這句 消耗自己的運氣和福氣 消耗自己的運氣和福氣 給他掌聲 給他掌聲 如果他接受結婚的男人追求 就會消耗自己的運氣和福氣 好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去到賭場 他不是賭錢 周圍看著 看著裝修 喝點東西 我說你不去賭 他說我姐 我也是有賭運的 但我不想 用了一些運氣 在一些偏財 我寧願自己上班的時候 那些正財 如果我在倒桌 運用了運氣的話 那可能我正財沒有那麼好 我寧願我正財賺多些錢 所以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給我選擇 都算是這樣 另外我也覺得是 如果感情方面 有些人很喜歡 周圍拿東西 其實我相信 上天是有給每一個人 當你遇到好好的話 那時候未必是屬於你的 所以留下蛋藥 好像有些說話 消耗自己的運氣和福氣 福氣都會消耗 所以他這麼早已經退休 都不用做了 這些就好 自己積回來 繼續說 他在1983年 那個電影非常破格 亦都提名了 男女女 拍完這個男兄男弟 和樂壇大人魔 拜拜 不要接受他的追求 亦都在1983年 憑著這個男女女 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 其後也是憑著這套 男女女的電影 是獲得1984年 亞太影展的影后獎項 他的演出開始備受關注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 這個美女一定是花瓶 不懂得演戲 但不是人家獎項 其實也有運氣 但有運氣的時候 你也要懂得把握 如果你有演戲 接到這麼多劇本 但你一方面又去亂搞 男女關係的話 如果你包出來的影迷 知道你的形象會破產 其實你不會做一件事 你要想個後果 有時很多事情是取捨 究竟是想你自己作為一個 值得尊重有演技的女演員 還是你私底下亂搞這份愛情 所以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紅姑仍然成為一代的傳奇 受到這麼多人的尊敬 在1985年 他和劉德華合演的獵嬰計劃 也有美艷動人 艷京四座 在1986年 他的電影 他選的劇本都非常不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選 我待會再八怪他的經理人給你聽 但未遇到那位經理人之前 其實他一直選的劇本都非常好 其實他在1990年代拍很多電影 可能我只選他一些比較刺激的電影 刀馬彈的林青霞 是不是很棒 很棒 很棒 我突然覺得 我沒見過一個短頭髮這麼漂亮 可能隔了很多年後才見到另一個 我忘記了 當時我記得葉市民是傻大姐 林青霞非常英氣 而鍾彩虹很無味 很嬌俏 我記得好像忍 鍾彩虹的爸爸是大歲 所以那套電影也是香港電影史的佳作 你想想 有很多人說 香港電影今時今日 不會回到以前的 香港電影輝煌 八九十年代 其實因為 那些人不肯去做功課 你這部電影沒有內涵 你來講一些太片面的事情 或者感情方面 或者你不去追究 研究裡面的歷史 底運等等 那當然是好像一個蛋糕 一隻手指按下去 馬上打 因為裡面沒有餡 你明白嗎 做人都是這樣 別人跟你聊天 跟你聊天也挺舒服 你也挺好聊 或者對客人 所以為什麼 你們這麼喜歡看 沙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所以真的不是半字過子 我做很多研究 除了每晚做一些影片 裡面的研究 其實也是這麼多年來 看的書 看的電影 聽的歌 接受的 Multi Culture 在1987年 其實我想說 為什麼以前的電影這麼好看 因為人家真的做到很多功課 你才有內涵 你明白嗎 如果你的劇本 散修修裡面 空空洞洞 沒有東西看的 所以你不要太怪責 不是現在這麼多限制 內地管理的劇本 說不讓你說話 人的感情是可以去到 你可以寫一個劇本 是感動人的 不一定要寫到一些很敏感的題材 多元文化 麻煩你 Issa Chang 那些劇本 我稍後再說 香港的經典愛情劇 你現在想清楚 請各位觀眾 各個千四人 想清楚你們最覺得 香港電影的經典愛情電影 我現在想和你們分享 哈哈哈哈 OK 繼續說 1987年 在80年代 他已經成為萬人迷 而且他很有個性 很直率 但是他不喜歡和別人打交道 通常直率都不喜歡和別人打交道 即是不喜歡社交 他說他當年只記得兩個男人的電話 我相信其中一個是他老闆吧 不知道 然後 現在說了 他就在1987年的時候 我又說 剛才我不是說了 阿成龍怎麼欺負他 林子祥 不是 阿成龍怎麼欺負他 另外就是說 林子祥又怎麼欺負他 我現在就說 他另一位 就是 跟他傳過緋聞 但是這位 不是男士 大家知道是誰嗎 OK 就是秋天的童話裡面的 不是陳百強 也不是張河 也不是周韻發 而是 他當時的經理人 于真 對了 我繼續說 好了 1987年 秋天的童話 由鍾楚紅 周韻發 和我的偶像陳百強主演 而他的代表作 除了周韻發 和鍾楚紅的代表作外 亦是香港 在八幾年的電影歷史中 其中 頭三位 最Romantic 最令人黑骨銘心的愛情電影 就是這個秋天的童話 當時這套 亦是獲得 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提名 戲裏十三一 令觀眾 會美再會美 他原來在 秋天童話的角色 叫做李奇 亦獲得 亞太區影展 影后的樹榮 成為香港影壇的巨星 他在 1981年 1981年 1979年參加 1981年 1979年參加 1981年 1981年 邀請了余曾 做自己的經理人 如果余曾由1981年 已經是她的經理人 怪不得她 選擇她的劇本 都這麼正 然後 從秋天童話裡 開始 傳她兩個 密友關係 維持了三年 我相信 應該是 龜密 她一直都這麼多 男人追求她 當年新浪潮的導演 張遠亭 原本 你們未在其他地方聽過 原本 秋天童話 這個角色 被張萬玉擔光 中楚紅主演 十三妹的角色 是屬於張萬玉的 但是 改了 是余曾幫她爭取的 她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爭取 秋天童話這個角色 所以 如果她由1981年 已經找余曾 怪不得 她一路下來 由她初出道 男與女的故事 全部經過余曾去探討 這些劇本 她又爭取到 張萬玉擔光的秋天童話 我覺得 兩個都做得好 不要緊 張萬玉之後 我心目中 香港電影歷史上 第二套令我很黑掘銘心的話 就是這個甜蜜蜜 你們有沒有人喜歡甜蜜蜜 這套電影 除了秋天童話 因為甜蜜蜜 她兩個分開了 蟻仔沒有一個米奇老鼠 然後在街上 很多年之後 撞回 然後因為 鄧麗君死了的消息 然後 很不經意 看著身邊 旁邊站在街上 看電視 鄧麗君死了的消息 一轉頭過去 原來就是 夢裡尋他千八度 今夜蜜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蜜 你等了很久的人 就是黎明 然後播起了音樂 甜蜜蜜蜜 非常感人 你知道嗎 非常感人 然後他們剪接 那時候好像是UFO電影公司 那他們再剪 原來 他們最後那天 表現出 原來兩人 從內地來香港的第一天 他背著他坐 所以緣分 有很多時候就是 那個人在你身邊擦身而過 但是那個時間還未到 他們又試過在一起過 因為他那時候做抹擦女郎 然後他又不喜歡 跟了一個黑社會大佬 就是曾志偉 然後曾志偉有事 重情重 有情有義 跟了他去美國 但是這個男人 在街邊被人打死了 嘩這個劇本寫得多好 我問你 這個劇本不是involved很多 不讓你寫的東西 我問你 你現在香港在做電影的人 你寫不寫到這些 這麼感人的故事 這些這麼感人 好像現在這麼多人要去移民 很多人都要分開 那你有沒有可以在這個時代 講一個很感人的愛情故事 拍成電影呢 可不可以再做另一個 抽一些童話 或者甜蜜蜜 這些不需要涉及到 很多你不可以說的東西 情的一件事 你有沒有先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現在你拍不回以前的東西 因為你已經沒有了以前的情分 那種情義 所以你已經不用說了 哈哈 是不是 哎呀真的一項眼淚 繼續說下去 好了 接著 他原來1981年 就找了一個 余真做的經理人 一個獎 拿完一個獎 接著又接了很多個劇本 抽一些童話幾乎 改寫了港產文藝愛情片的一代 絕配的經典 那這個鍾楚紅 當時他拿獎的時候 他說 好多謝余真 如果沒有了他 就沒有我的參與 那就是說他幫他爭取這個角色回來 他說當年身為電影公司的監製余真 就因為很喜歡這個劇本 在背後花了很多的方法 促成這個拍攝 他堅持要鍾楚紅做十三妹這個角色 不過外界只能夠證明到余真 曾經是鍾楚紅的經理人 很多年的好朋友 不能夠證明他們是戀人的關係 那這樣 全國緋聞 但是你說 對著一個這麼漂亮 這麼有性格的角色 你說余真 有沒有曾經衝動 想混這女兒呢 你說如果沒有的話 我不會太相信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不過我猜 何超瓊他不會聽到我這條片的 所以沒有什麼 不需要害怕 對不對 沒所謂 給他混過女兒應該也不少 我想到的 對吧 哈哈 我繼續說另一件事 對了 喂 讓我喝一口水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